突围演习中的殲-15,根据报道显示,在近期关于北部海军和空军的新大纲已经开始实行,这是中国第一次将两军联合实行对抗军演。 从资料上看,东、南、北这三个战区中北部的海军航空兵的实力,是其中比较弱的。 就那战机来说,东、南部战区的战机,已经更换成五代金式战机,而北部战区一架三代机也没有,能连强作战的战机,却在几年前就被南部战区海军淘汰掉了。 这一点确实很尴尬,但此次进行的演习与以往不同,这次作为敌人的竟然是总部的殲-15,其属于辽宁舰上的战斗机, 没想到会作为敌人参与此次演习。 除了尖八战斗机,北部的海军航空方面的装备虽然比较成就,但是也派出了全部最精锐的战机。 作为对手的红蓝两方,都陪备了空警200以作指挥预警。 尖八BF是北部战区唯一强有力的战机,就此跨间积极的机型而言,具有发射PL-12导弹的功能, 并且能空中加油,必要时也能做主力。 图为空警200预警机,空警-200是作为一个知识调度的存在,不经意要全面探测情况, 还要及时发出指令,引导尖基机作战,这也不难看出北部海军队演习有多用心,尽量发挥自身的优势, 不给敌人实施反击的机会。 作为反派的尖十五,虽然宿主量民间在进行维护,但也不能小看他,尖十五从基地起飞, 但也有人猜测是从航母中的编队里出发的。 不管怎么样,作为假想敌到尖十五的气势,是非常强盛了此次演习对北部战区来说, 依在探索怎样拿,逐落后的军队面对敌人的攻击。 但如果拥有自己的航母编队,在实际中,也比较有意义。 并且,这也是一个部队在向作战部队的改变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放文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